大家好,欢迎来到工夫城 这里是孔庆国,小永春 那么在小片头里面呢 除了马不动之外 我们就要了解三个位置 哪三个位置 其实我们一开始 第一个位置是这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是这个位置 高的位置,第三个位置是这个位置 中前的位置 也就是上、中、下 那么我们再看我们的手法 好,在中间的这个手法 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有正转 有横掌,有冲拳 有绑手 都区别于这个位置 好,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好,有蓝手 好,有拍手 好,有摊手 所以 好,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有低膀 有底掌 有横掌 所以我们再给一些小片头过程做 我们启示 高度 收 规中 充全 这三个位置 你一定要变好 那再往后面 我们看到 摊手是什么位置 就是我们这个位置 好,护手呢 还是这个位置 那这个标摊呢 是什么位置呢 好,是上面的位置 好,帮手呢 其实就是冲拳之后 最简标的 它是这个位置 其实是冲这个位置 还是中间的位置 上面呢 最后的参长呢 是什么位置呢 好,底掌呢 只是有正面 变为了什么呢 反面 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理解的时候 包括标摊 是高位置 推摊 是冲间的位置 沉摊呢 沉摊 接什么位置 是这个位置 所以这三个位置 结合了所有的手法 所有的手法 以后都在这里面 这个定位 很重要 所以我们 练习小念头 记住 每一个招式 不是告诉你 怎么去打疼 而是让你习惯性定位 习惯性去 协调 把身体给打开 这边 小念头 我们就讲到这边 OK,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